好,各位同学,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6页的半角公式 顾名思义半角就代表说我要把角度去除以2 刚才的两倍角的部分呢是角度乘以2 现在半角就把它除以2 好,那这个地方我们利用到我们学过的两倍角公式 cos2θ的某两个式子来做一个处理 2cos2θ-1和1-2θ2 好,我们让这两个式子都产生连结 sin2θ是1-cos2θ 好,利用它去做一下 同理cos2的部分也是一样去写成 cos2θ会等于1-2加cos2θ 这边是sin2,这边是cos2,对不对 好,再下来的事情很简单 我们将θ去改成2θ做代入 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两个等式里面的θ都换成2θ 带进来,带进来 所以这时候 带左边是sin2θ的平方 右边这边2乘以2θ 是不是就变成了cos1θ一倍角 同理这里也是一样,2θ 然后这边又变成一倍角 所以这时候 就变成sin2θ等于1-cos2θ cos2的2θ就会变成是1-2加cos2θ 好,那么这时候再去做一个开平方的动作 因为这边都有平方 所以透过开平方之后可以得到sin2θ会等于正负更号的1-cos2θ cos2θ会等于正负更号的1-2加cos2θ 好,那这里的正负号请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 取正或取负的判别由2θ所在的向线来决定 由它所在的向线来决定 也就是说 如果2θ它所在的是第三向线 那你这边sin2θ的话 它就要取负值 如果cos2θ它是落在第四向线 那cos2θ的话就要取正值 所以这个地方因为有正负号的判断 所以我们要加上一个上学期的负号的一个判定 所以我们整理起来在17页这边 所以17页的公式这边请看到sin2θ 等于正负更号1-2加cos2θ cos2θ会等于正负1-2加cos2θ 那么取正取负由2θ所在的向线来决定 所以我们如果再多补充一个 去写tangent2θ的时候 这时候请你把这两个去做除法 那就变成正负更号的分子是1-cos2θ 分母就变成什么 1加cos2θ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这里的半角公式 它在等号的左边 sin半角 cos半角 tangent半角 它等号的右边都是cos2θ cos1倍角的一个式子 来做 譬如说cos30度 cos45度 cos60度 就可以分别去算它这些结果 分别去算这些结果 请同意特别注意